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 我真是受够了 你放开我 我命令 你现在立刻马上忘了韩城池 今天是长池哥和锦初博的第一天 我只开始想念长池哥的第一天 你拿到我们的孩子 是个人 缺孩子 因为他不是韩城池的孩子 是吗 我当初就是为了断绝你的念想 所以 我才费心思地和你结婚 你以为那是一场意外吗 赶紧交情多数数 因为你听得住 假设我们要请准备 他帮你换回 这就当是给你们家的聘礼吧 他在我心里 就成绩了家 我还愿意 这样给我孩子 不管他爱的 因为盛太太的生存都是我 现在是属于我的东西 我就不会让任何人从我手里把点抢 你居然敢打我 互联赛 要是不能这么容易 里面走都不好喝是吗 喝多了 走 你喝多了 就那么喜欢韩城池吗 对啊 我就是喜欢 他可是你姐的男人 没有 赶紧交钱做手术 明天比起 我现在没有这么多钱 你能不能帮一帮我呀 他帮你帮的吗 你就这么不想跟我结婚吗 他会是我的错 你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 你们就会想我 让我多什么都可以啊 我们俩现在去民政局把结婚证理完 我就救了 你用五千万让我离开你家 这就当是给你们家的聘礼吧 他在我心里 就只有这个家人 你也为了是一场意外 我当初就是为了断倒你的灭消 所以 我才费心心思地和你结婚 Let me cry 我才费心心思地和方便 地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